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新生儿鼻塞感冒怎么办? 苏志谦,湖南省区中医医院 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 因为新生儿感冒鼻塞 引以导致小孩子的呼吸困难 尤其是在未来时 小孩子会出现拒奶、吐奶 或者是严重的时候 引导致口臭发干 所以说我们也要 在新生儿感冒鼻塞 采取一些方法处理 像第一个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清洁小孩子鼻腔的封闭物 可以用棉签 碳入小孩子鼻孔 轻轻旋转 把封闭物带出来 如果封闭物过硬的话 我们可以在鼻腔里面 滴于清水或者是磨入少许 待封闭物软化以后 再用棉签轻轻轻地旋转出来 第二个我们可以紧轻 鼻液膜的水肿 用0.5%的出兰吸磷麻烦素 粘在细明前上 碳入小孩子鼻孔 轻轻旋转手中 再停留数秒钟 再把棉签除出来 踏入面色的屁股 进同样的方法处理 第三个我们可以采取一个 截表通窍 这是民间已经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 我们用去磨入 50到100毫升 放于碗中 再加洗净的 称白一到两根 隔水中5到10分钟 待起量后 用小时候胃给小应该 也可以起到截表通窍 治疗感冒比赛的作用 第四个我们可以采取 侧卧位按摩法 我们假如是右侧鼻股 就像左侧卧位 我们用三手 按压 张测鼻翼 鼻层高的中部的影像圈 每日三次 一次时下 左侧鼻股 采取同样的方法 第四个 也是采取一个 湿毛巾 扑鼻 我们用温热的湿毛巾 扑在宝宝的鼻子的功夫 可以有效地 减轻小孩子 鼻里面春雪 导致的鼻塞 专家提示 新生儿出现鼻塞感冒时 应对方法主要包括 1.清洁鼻腔中分泌物 2.采用相应药物 减轻鼻粘膜水肿 3.解表通窍 4.采取侧卧位 并按摩银香血 5.温热湿毛巾 富于新生儿鼻根部 4.采取侧卧位 5.采取侧卧位 5.采取侧位